金钟奖第五十九届 最佳戏剧节目奖得奖的是 永生之年 导演和众多演员之间的化学反应基础 上一次上来是九年前 十六个夏天 这有你怎么没想 你上不来对不起 对不起 对不起 开心到直接忘记好姐妹受伤了 第五十九届金钟奖颁奖连远满若木 戏剧类由永生之年 包办实地事后 男配角追剧前立信任 以及戏剧节目等六项重要大奖 庆功业上制作人林兴璐也透露 当时得奖反应 有一点点呆掉 就是我们拿了很多的大奖 然后我们又有一点呆掉 心情的起伏有一点大 那确实从上一次十六个夏天到就是有生之年 九年了又站在台上拿到这个最佳戏剧 我真的非常开心 小姐有想要怎么奖赏演员吗 你会送他们凤凰电波吗 都有凤凰电波 小孩子不用吗 没有 少一个 得奖的都有凤凰电波 我需要 有有有有有 妹姐导演 小宗你需要吗 你可以打完了吧 还是需要啦 好有有有扣到 是时光逆行吗 必须 是时光逆行吗 有 你要不要 很累啊 一猪 年猪 你是不是写的东西 贏药是差 你昨天要认过 你被两天的那个感言都没有过 第一天的已经被我得到睡纸机了 哈哈哈哈 沒有 我其實每一次 如果有機會上台得獎 我都是想要謝謝 這些幕後的工作夥伴 因為我們得獎 我們上台被大家看到 但其實在沒有燈照的地方 很多人在為了我們努力 我們這邊沒有人得獎 但是卻有這麼好吃的餐點 而且湯是熱的 是 很感動耶 因為我們也是很怕那種 人走茶樑的情況 明天都走了 對啊 他有什麼好留的 因為我 是 會久留 可能我只搭那個飛機 我看到外面的風景 我就說 拜拜 台灣 就什麼時候會再來囉 上天給我的考驗吧 他問一下你自己 大概哭到什麼說才對 對 因為 畢竟我也第一次 沒什麼經驗 對不起 所以如果那時候 真的沒有感謝到 或者是講不太好的地方 就是我下次改進 好不好 如果有機會的話 覺得這是在演戲嗎 攝影機在哪裡 就是有點真的很不真實 把媽媽跟你說了什麼 她常會跟我講 我老婆我老婆我驕傲 其實還蠻貼心蠻可愛的 然後我有問她說就是 要不要來 因為我後來先回公司嘛 然後她就說 沒關係 她就讓我自己先去 還不放這樣子 她說因為她在家裡也哭累了 然後 其實我每次最心疼的地方是 看到我的家人朋友們 想要安慰我的那個眼神 我覺得就是 我也很不捨 因為這個經歷可能太多次了 所以大家都有自己找 一個自己自我的解套方法 很謝謝她們的支持 然後 所以我現在終於可以跟她們 就是不用看到她們安慰的眼神 你們想說獎金要給你第一次嗎 對啊 我們有獎金 畢竟我也第一次 我先想想看 可以怎麼用在戲劇上面的幫助吧 工作人員 對 工作人員的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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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來還在戲劇上面 對對對 剛剛是真的是空白 因為我其實是蠻可以 一起手牽手一起的 因為我覺得Rebecca沒有 沒有慶芬 她其實也不成立 她是她的眼妝 我一點就覺得自己那個努力 要真的是要再更加倍 還好 我覺得還好 就是做好沒一支戲 我懷疑說入圍就是肯定的 入圍就是要做什麼 很難說我入圍啊 能不能得到沒茶 不可能 滿香氣 我入圍就已經想做什麼 所以跟她對戲的時候 你會有一種 安全感 因為畢竟她演的余向力 是一個小鮮肉 她的確在現場的時候 是真的會讓姐姐們 會有心動的感覺 我們大家都很常就說 怎麼會這種小狗眼 這麼可愛 對 是吧 謝謝 再講下去 凱凱都要躲起來啦 而演員們除了演技精湛 在接受娛樂百分百專訪時 也讓粉絲們看到另外一面 余白的觀眾大家好 我是何俊翔 余白的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林依晨 哈囉余白的觀眾大家好 我是徐瑋妮 余白的觀眾大家好 我是柯仁東 歡迎四位 手段就是 寬限的比較多一點 就有去跟以往做 不一樣的選擇 到底覺得跟小美 比較演親密集比較困難 還是學那支也比較困難 抽菸的確是 對 就 多抽了很多 跟小美在大展上 一件會覺得 熟悉的陌生人 會嗎 這個歌名 這個歌名嗎 他因為接不起 對啊 你現在太遲 踩在那邊 他接不起就 染白的頭髮嘛 然後又比較俐落的平頭 所以跟之前 就跟他做過的時候的感覺 就差蠻多的 相對成熟穩重很多 但今天一來宣場我說 你怎麼回到20年級了 因為拍完戲 拍完戲現在快一年了 我把它長長了 自己有帥回來 叫美哥 因為很久沒有在合作 所以第一天拍戲的時候 好像感覺上一次跟她合作的畫面 很像昨天發生的 就是粒粒在目的感覺 就覺得有勾起蠻多 以前合作的這些畫面 所以20年級的電話最大的是 電話最大的 電話最大的 她吧 我吧 對 她 她時候才十二 不要開 她其實個性是比較被動的 相較於很多事情來講 她是一個比較容易提前放棄的人 所以在詮釋她的過程中 也是覺得蠻心疼這樣子的角色的 這樣子的個性的人 如果處在我們現在的社會環境中的話 其實就很容易被邊緣化 她也是很不社會化的人 但是我覺得很好玩的過程是 她從不社會化的人慢慢慢慢走向 就是向社會化靠攏 可是還保有自己 這部分我覺得還蠻好玩的 大家還蠻期待你跟 漂亮姐姐跟柯正東的後續發展 真的有兩個會期待嗎 因為真的很有火花 就是坑過的了 這麼用心 這麼用心 沒有合得 我也很期待 對對對 那你可以看一下漂亮姐姐五秒鐘嗎 不要這樣看是不是我 哈哈哈哈 不要這樣看什麼意思 不要這樣說 可以嗎 可以嗎 跟以前形象很不一樣很不帥耶 對 然後就是老男拿著頂著白髮 你當時有沒有很抗拒 不會耶 我覺得蠻開心的耶 對 就覺得 就是可能以往演到的角色 沒有太多的大的在造型上的變化 那這一次我覺得可以說完全 跟以往截然不同 就覺得好像換了一個人這樣 對 然後我覺得這算是自己當演員 還 還蠻喜歡的一種挑戰 對 那聽說導演有偷偷恐嚇你 好像說跟他拍戲會很累是不是 其實也不用偷偷恐嚇我 我有Google 就是大概是要跟他拍戲會蠻魔忍的 偷偷請教一誠嘛 因為畢竟有合作過 我跟導演合作是看編劇 還沒有當導演 對 所以有覺得編劇的他跟導演的他 差別在 就是在後面 說說說寫寫過 到前面來 那種 有嗎 有那個感覺嗎 有因為 早演其實對於細節非常要求 然後 我們的劇本非常精烈 有的時候 就多一個字少一個字 我覺得都會跟他原本的意思不太一樣 當然他就很要求 其實還好 因為其實 我沒有讀過本 但一到現場好像大家都穿了戲服什麼的 因為狀況那時候其實都蠻順利的 而且我的角色通常比較 直接直白跟不太社會化 一點 所以我都會對他大吼大叫 或是跟他吵架這樣 所以他一兩場之後就 比較熟悉了 對 然後就可能會加一點就是 就是覺得很好玩的一些東西 對 讓 有因子害的 讓這兩個角色比較有一點 有趣性 你知道嗎 所以有因子害的尾 你N局嗎 還是沒有 沒有 因為通常都是導演他 他看到了我們兩個人之間的節奏了 所以其實我說我們磁角完了之後 導演不喊咖 我們拿乾自己 就是覺得演完了 所以我們都是 導演都會故意預留 就是 實在剩下來就是 交給我們兩個發展 然後就是因此就會碰出很多很好玩的 然後導演非常喜歡 很懂 一句話 或是一個心中詞 送給他的 對 給大家 對 來喔 所以這句話是 你現在又搞什麼 搞什麼 分本就會直跑 對 好 喜歡點對方喔 你給他 要蓋起來 要給他喔 嚇回他 給他 給他 蓋起來給他 對 給他喔 請教 接 來喔 很好了 一起翻開來 哇 這麼狠喔 翻開來 對 眼鏡頭看一下喔 然後唸出來 小美說到的是 繼續帥下去 然後 依陳燒是主動入籍 然後 妳說的是 永遠 使不止動人 然後 是 年輕 然後 然後是技術囉 接下來這個是你們的代號 你們要搶答 什麼之前 你們要喊出你們的代號 我寫太長了吧 年輕正好 對 等一下我們要聚到 現在海代號才能搶答喔 對 好囉 主動出去 OK 我可能怪你 對 然後劇名 然後那個角色名是 陳耀卿 李大雲 OK 一分分 來囉 太難了吧 還有下一張囉 永遠如說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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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棒 兩分 超快 來囉 下一個囉 繼續說下去 愛情合約 阿Ken 阿Ken跟曉鳳 有 阿K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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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下一個 你贏著喔 蛤 阿憲和言訣的女孩 沈家儀跟柯琳 喔 喔 你贏著喔 蛤 阿憲和言訣的女孩 沈家儀跟柯琳 喔 來囉 最後一個囉 最後一個 最後一張 誰就決定誰就輸囉 來 小鼠 永遠如說大人 永遠如說大人 我會講什麼的 那個 我們也會幾分 可樂琴 可樂琴 我們數到三 數到三喔 數到三喔 來 3 2 1 不要講什麼 永遠如說大人 你們說大人 你們是大人一歲不是OK 好 可是我很喜歡吃 比較喜歡吃這樣 好 數到三 1 2 3 贏了 贏了 怎麼會 怎麼會 沒關係啦 好猙獰 沒點誰 交給你 給年輕人好 好啦 你回答 結果他答不出來 好笑 小色名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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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夠下來了我們 小色 瑞子撿進去 有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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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啦 那個背景 是那個 陽明塞 李明順 八尺門的辯護人 ホリマゾ ホリマゾ 李明順一上台 就大喊劇中口頭山 他以八尺門的辯護人 四度拿下第五十屆金鐘獎 四地獎座 還打敗親弟弟李明中 謝謝你進入這一行 下次道路不上來好不好 真的是從死亡之族 脫穎而出 而八尺門的辯護人 當晚也奪下七項大獎 成為最大贏家 導演唐普瑞上台自辭 這番話也被網友大讚 真的講太好了 八尺門能夠得到這個獎 證明一個成功的戲劇 重點不在卡司 不在預算 不在一個知名的IP 更重要的是 回應這個時代的故事 還有說故事的方式 謝謝評審 給我們這麼大的鼓勵 謝謝所有劇組 他們真的非常非常 非常非常棒 就像順哥說的 整個過程非常的開心 非常的幸福 而這麼棒又這麼幸福的劇組 趕快來回味一下 充滿歡樂氛圍的專訪囉 哈囉大家好 我是美嘉瑞 大家好 我是李明順 大家好 我是淳夢軒 大家好 我是陸下 大家好 我是楊烈 大家好 我是飛鈴 大家好 我是飛鈴 你媽祖 怎麼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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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拿剛剛這個 隨便 這個 他們才可以 很簡單 沒有 沒有 是 是 是 這是什麼 這很難耶 怎麼會死了 這是他太透了 我看到了 他 這雙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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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雙 這個還發起嗎 他們的苦茶我一個人包了 有 可以先來自願喝苦茶 不能再吃他 先給他好了 先放心 我會幫你的 那先喝好了 我贏了 我贏了 沒有啊 所以我不用回答他嗎 對不對 真的假的 真的我玩真的 太棒了 對 年輕正義的 勇猛的 替代義的 你猛在哪裡 我很猛耶 好可怕 老油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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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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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關算機 略哥在呼吸了 順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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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確 對啊 對啊 是我要求高的 聰明學習司法官 但是是忍不清 我記得最清楚的是 順哥其實都一直在說 我打撞球很爛的 對 我打撞球很爛的 然後結果到拍攝現場的時候 順哥超強 每一顆都進 有嗎 對啊 他平常發揮 然後隨便打的時候 是嗎 我以前看朋友 沒有在玩撞球的話 我喜歡看 但是我就是陪他們去 然後就坐在那邊看看 他 你在屁局 什麼意思啊 就是野生的 我拿一隻便給他試 野生的 吃了之後會撞羊 好 好 剛才做完有發現 誰的反差最大嗎 就是認識誰跟拍完戲 真的嗎 好 聖哥 沒有皮膚吧 蛤 沒有 你很大 因為今年都是看他作品長大的 對 對 你的年紀OK 但是真的沒有想過 跟順哥可以合作得這麼融洽 然後也沒有想過就是 玩得這麼來 對 我們當然就是期待跟所有人 沒有 但我們 真的很公關 印象深刻的就是 因為我對戲比較多跟烈哥 對 烈哥 他就是坐在那兒就很威嚴 是 可是我們在對戲的時候 才發現其實他是一個說話很溫柔 然後很緩慢 然後也很有禮貌的 不管是對我這個玩的館 或者是對導演 或是對現場的每個人 都會覺得 原來是一個暖寒 怎麼跟自己 對戲的想像差這麼多 對 其實平常我就是這樣 平常就是暖 他說他對我 對我是有一點畏懼 對 其實我對他 才是有點養一群 為什麼 因為 因為他們 他的很盡情的是埋在心裡 那我只是他的上司 為了要把那個事全 壓下來 又要把他掩蓋 其實我是戰戰兢兢的 就是搶著自己的那個 畏懼的那個心裡去跟他 跟他面對 其實我是看到 孟軒這個名字 我就是滿特別的 因為 因為 因為我心裡 對 對 那你知道就覺得像 像他的外型 各方面 我剛剛看起來就是 應該 是不是對象 對 對 年輕的時候 對 年輕的時候 他可以加上 你看他的身材應該是 他的臉 是不錯的 身材真的 可以證明的話 我們下一個叫肌肉 對 掌聲 可以嗎 杜孟真 謝謝 讓大家看一下 我們把 肌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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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舒服 好舒服 稍微 好舒服 那你可以答應我的要求嗎 好舒服 現在趕快說 巴士門的電腦有三次 不是 不是 這是你的身體嗎 對 對 對 我在當兵的時候 那個 就是旁邊的室友很喜歡玩一個遊戲 就是 我玩的 2 2 然後我就要用胸肌去做 好舒服 對 而且看不到 遮住了 真的 當然要看不到 怡君姐都幫我完成了 加油 我們要由故鄉友情之緣 這樣 這是什麼 沒有 真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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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有特別練壯 但後來導演說太壯了 對 後來拍攝的時候 對 這方面話有人說 你的衣服太壯了 這樣已經不可以再去練 但是你還是脫跟不練身吧 對 我有刻意去抓那個體重 但是沒想到 我預想的體重會 就是超過那個衣服的資質 因為其實他這個角色的導演 他自己帶入了很多 他自己個人的色彩在那裡 所以練得太壯 就跟導演是超級不高的 對 所以其實是導演一直叫我練得壯 我倒了 他是現場吃飽 然後就在那邊給我福利挺身 然後他還會問我說 琳娜 你看我這樣子好不好 我可以抱他一個最好笑的事情 他在那個戲裡面 那個角色都是 導演要他很 很正直嘛 對不對 然後有一次我就拍戲 在法院拍 我就去廁所 我就走進去 走進廁所你知道嗎 他站在小別人 男生小別人 大概我們都知道這樣 對不對 對 他就站在那邊這樣說 我嚇到了你知道嗎 為什麼一個人在廁所裡面 練這個狀態你知道嗎 我確實會在廁所裡面練習 因為我覺得那是一個 就是相對比較安靜的空間 然後我想了一下 然後覺得這個空間好像不太對 然後我就轉不轉 正過去剛好站在牆壁 然後這樣的時候 順哥就直接走進來 而且順哥是完全不給我 反應的時間那種 他就直接看到我了 因為一般人走進來 應該是這樣 會看別的地方 他是直接這樣 對 然後我就這樣 然後他一看到我 我又沒想說 就是要正直這樣 可是來不及 我就繼續這樣 難怪他培養情緒之後 他進去拍的那一場 是有表情動作的 為什麼 因為表情就是 感覺到地方很錯 結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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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完成了 多久 可以 可以要小火的都可以來 有獄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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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十門的辯護人 少四查虧 乾杯 戲劇節目男主角獎 得獎的是 吳康仁 有生之年 戲劇節目女主角獎 得獎的是 楊貴妹有生之年 恭喜最讚讚讚的 有生之年 在第五十九屆金鐘獎 很少六項大獎 還抱走了最大獎 戲劇節目獎 身為製作人的林欣如 上台領獎時也忍不住哽咽 但似乎因為太興奮 還忘記房子有受傷了呢 謝謝有生之年的 所有的 台前幕後的工作人員 我恭喜妹姐跟小仲 還有誰啊 還有導演 對不起我太緊張了 展榮展榮 對對對 智庸你怎麼沒想到 對你以上不來對不起 對不起對不起對不起 真的太爆笑 而這次缺席班長典禮的吳康仁 成功躲下十度到座 也由導演許照人代為領獎 只是這張感言 到底是有多少人要用啊 好 我唸一下 欸 拿出這位女兒給我等一下 來康仁這一個 好 嚇得這麼小 棒棒棒 謝謝謝謝 對啊 我忘記了 我把康仁那個拿出來再看一下 他剛謝謝一堆人 嗯 許照人導演 你那張要不要借我 哈哈哈哈 就是這麼歡樂 那就讓我們趕快來回顧一下 一樣超級歡樂的 有生之年爆料大會吧 哈囉哈囉 朋友大家好 我們是有生之年劇組 我是林哲熙 我是鄭元岔 我是吳康仁 我是張榮榮 張榮榮 高甲苑 世界外面出事了 你知道我們之間最大的問題是什麼嗎 就是你一直都不認為自己有問題 你不覺得你有人生的失敗嗎 不然會怎樣 這樣喔 算 算就完了 第一印象的現在走進了 誒 每個人都不一樣誒 真的誒 因為我一直以為 康仁是一個很活潑的人 然後之後才發現 他是大人耶 他蠻穩重的 我是榮 因為我認識榮很久 但真的沒有認真的一起演過戲 那這一次在有生之年 可以一起演戲很開心 那就從以前 我對他的印象還停留在 十幾年前 但是現在 現在在碰到榮仁 跟劉德華拍廣告的時候 就已經完全不一樣了 他是一個 一個 感覺就是一個媽媽 好媽媽 好演員 然後他感覺就把很多的身分 調適得滿好的 我覺得就是跟他拍戲 對我的 凡總是這個 你可能認識我的時候 我還是個屁孩 對 對 就是我 剛剛不是屁孩的媽 我剛剛不太好意思講 就是他從屁孩變成 屁媽 非常好的母親這樣 哲仁給我 以前給我感覺就是很穩進 然後 會有 就容易讓就是 忍忽略掉他 但是這一次呢 跟他合作下來 你會發現 他其實是一個想法滿多 然後他的頭腦裡面 有很多屬於 他自己很獨特 屬於他自己 Girl Style的一些想法 然後他也不會想像中的 那麼木納跟安靜 所以你在認識他之前 覺得他是一個 腦袋空空的人 我覺得他是很安靜 不是腦袋空空 就是可能會不知道他到底在想什麼 屁孩的感覺 悶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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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其實他其實並不悶 只是騷而已 還沒熟 對 還沒熟 我的話是 小鳳哥 就是因為以前我看到他的螢幕形象都是那種 高智慧啊 高冷的那種 偶像劇男生嘛 那你應該沒有看過不專業廚房吧 我的螢幕形象應該是喝酗酒 不是酗酒 喝酒 我就是從後面開始改觀了 就從後面開始改觀 然後真的合作之後就發現 哇 真的是愛虛 就沒有 愛喝 愛喝 對 就是 就是會聊到說 想喝啊 好像喝 就很好笑 對 很多的人 你不知道 不知道耶 祕密多 我覺得就是林哲熙 哲熙對不對 對 我覺得他就是那種 掌掌吃傻瓜公 然後什麼都不說 好像可是心裡面有很多 我也覺得他是 就是騷 而且他就是有私房錢 你都不會知道他有私房錢的男人 可是我只是為色孔 就是我 為色孔 你就是偷藏私房錢的男人 對啦 對啦 我啦 我心裡有很多陰暗的 很骯髒的秘密 秘密 我會講出來的 就在變場 大家有時候就在那邊聊天 你知道我跟哲熙聊什麼嗎 我跟哲熙聊房市 房價 然後還跟他聊債券跟基金 你跟他聊這些幹嘛 就是 你想了解喔 你想了解 然後還聊法拍物什麼有的沒的 沒有就因為我不太會聊天 人家聊什麼 你會聊什麼 那你沒事 幹嘛跟他聊 法拍物啊 聊吧 我覺得你很突 不錯喔 現實生活中 我覺得應該是康仁比較講的一切 因為他個性實在 你是不是想要 用幫幫忙三個字被抓去拍戲 真的啊 真的啊 人家都有意氣啊 哥 我最近覺得 有想拍一部戲 你來當 你來當男主角好不好 是不是 幫幫忙啦 幫幫忙啦 我覺得小眾 在圈內會有那麼多的朋友 一定是很有意氣 而且不會把人家秘密亂說 對啊 那樣酒量又好 對啊 酒量又好真的是 藏酒的部分 這個是優點 對 飯郎都對 小眾好人在哪 對 可以問一下 大概酒量是多少嗎 有多少 大家年輕的時候比起來 兩品輝世紀 應該這樣講 這樣講 有一次我們聚會 然後我八點到 我九點半就到家了 就被扛住 是被扛住的 對 我趴在霸台上 然後小眾過來幫我按肩膀 就 看人 起來 走啦 吃完了 走啦 回... 大概我的印象就是小眾的聲音 在耳邊回答 然後無止盡的笑容 他回家 然後我們整群人還去刷牌 我真的... 在公過七次之後 楊敬華早上一步 兩隻年輕處失蹤的 幫林媽媽拿下最佳戲劇節目 女配交將 你有 我真的沒有 你有 我沒有 敢打人 除假象女配交將 不良之年輕處是 也搶下了冰劇將 平時一致認為這部戲 劇情兼具 回血與反思 題材創新 可惜入圍男主角將的 曾敬華 與同時入圍男配角 和西南將的 夢千葉美能得獎 不過這部戲 從就向入圍 及被觀眾譽為 是一部從頭到尾都好看的戲 再在這名演員實力 被眾肯定 女白的朋友們大家好 我是彭千佑 我在不良直念輕處室裡面 飾演的角色是 曹光燕 這世界上所有的東西 都一定有和他邏輯的解釋 我看到了 你配我做什麼 就跟你說沒有 你有 沒有 哈囉 大家好 我是宋敬華 我在不良直念輕處室裡面 飾演的是 陳楚怡 不叫 救人 雖然不像 但這個女的真的是緊張 哈囉 大家好 我是曾敬華 我在不良直念輕處室裡面 飾演的就是 不良少年乎勇 幫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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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是可以看他的影片的嗎 對不起 抱歉 沒看到 這有正中央嗎 可以 小心 可以 趕快寫 趕快寫 對 好 再下去一點 好下 這裡 這裡才打 對 對 可以寫 有 你這裡寫得很好的耶 繼續 你都有中 你都有中 哇 太難了 我照第一有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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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這個很好耶 也滿像色的 我應該知道太色了 我也滿像太色了 但是你畫那個中間就 那你就知道了 很厲害耶 好 其實這個 有點恐怖的感覺 對 對 是高手嗎 蛤 出 出 很厲害耶 這是高手 是不是 其實這也是要快速的 其實要快因為夠快 完了 我們是不是很了不起就開始 怎麼辦啦 驚訝 最多人物 哇 等一下 哇 你這個很難耶 出大絕 其實你畫得很好耶 你摸著比飛摸得好耶 有 他頭流血耶 沒有 因為我找到一個 特偶珍去形容他 有 我們距離的嗎 距離出現的演員 距離出現的演員 范少勳 女生啊 女生嗎 我覺得是 短髮 我知道了 那個娃娃 不是 娃娃的媽媽 對 心靈姐 對 哦 其實我覺得他 他是一個非常聰明的舞者 他在很多時候 他可以知道說 我現在應該要讓氣氛 再 嗨一點 或者是 看我的界限在哪裡 我自己就是很 比較 保守 或者是 我想要達到 欸 待會兒寫這個東西 我到底該怎麼做 就是一步一步照順去這樣子 對 可是他的存在會讓我放鬆 界隙 就是 好想考一百分 對 可是就是會失誤集體 但那個失誤是好的 就會讓我整個人 比較鬆一點 比較放鬆一點 那日記完了 收拾是這樣子 對 其實要聽他聽他聽他 對 原來是這樣子啊 現在說 我在你生命中 這麼重要 為什麼 我在講說 你有沒有那麼安靜 我媽很專心 因為沒有聽過你講這個 就是他是 他是水瓶座的那種 天馬星空的那種 然後他是 只要當他很累很累的時候 他就會出一些 怪招 突然討論 劇本討論到一半 他們講另外一個東西 對 跑去另外一個世界 或者是 就是大家可能原本要 就是準備要開始 還是就突然去吃一個臭豆腐 類似這種 就是突然會做一件 另外一件事情 就滿可愛的 他會一直分享軟糖給我 就會說 你要不要軟糖 你要什麼口味 對 很有趣 我覺得大廳好嗎 這樣就好 大家問到很多 這邊問到很多 我們三個就偏怪啦 就見怪不怪囉 沒有邏輯 沒有邏輯 你們兩個都要我下車 我跟你講 那沒有進步 欸 超沒有進步 超沒有超荒蟲的 從停車場然後開車到 某一家便利商店 那個不到三分鐘的車程 然後我就想說 我要練一下這樣 對 是不是我們就在停車場 大概十分鐘以上 對 因為我開不熟那個停車場 他前面車頭已經快 對 貼到了 然後我就很緊張 然後就說 來來來 倒車倒車回來 方向反擾 然後就叫他下車 你沒有去做護駕 不要蓋我被子啦 我們一起睡覺 不要誰來打擾 就是嘴上說不要 然後其實身體卻很純實 好 類似說嘴上不想去幫助藝人 可是我心裡跟身體 就是默默地靠近他 所以不知道他有什麼能力 現實生活中就是 就因為這次的那個 宣傳服是我的 他畫的 畫iPad的時候 一直想說不對啊 不對啊 為什麼是這樣 但這個過程其實蠻開心 因為又重回我 就是畫iPad 畫電會的一個 就是 會覺得越畫越開心 越想要把這件事情完成 大家好 我是 劉淳欽 哇 感謝 這個很厲害 因為我完全不會講你 名字的台語 是嗎 對 就台灣比較少 對 比較少聽到 對 你呢 到你了 因為當時候我記得 我也有教你 用廣東話講你的名字 大家好 你還來泡我 非常的標準 掌聲鼓勵一下 林伯宏劉俱倩 雙帥在B59屆金鐘獎 合體頒獎 這畫面真的太揚眼 我們因為要演一對好朋友 對 然後獅底下有很多的交流 對 很常聊天啦 對 然後你也教了我很多關於台灣的文化 哦 比如說 嘿 比如說 嘿 我知道 比如說 嘿 我知道 你是說 台灣人很喜歡講 嘿 嘿 而兩人在時時此刻中 是年朋友 當時接手專訪時 互動也是超有趣啊 你的外套呢 外面有年冷 所以你就借他啦 你怎麼樣 你是外套出界中心啊 哈囉各位娛樂百分百的朋友 大家好我是林伯宏 不好意思喔 你口罩拿下喔 我都已經去換了 他離職了 沒做了 誰要你要換人嗎 哈囉大家好 我是劉君謙 一二三 吃炸雞 昨天有工作就有點晚 我也很想去做訪問啊 只是同時也會想睡覺 現在也很想訪問 但也可以同時吃炸雞 我真真的可以同時 可是我們是很專業 認真很可愛 很健談 漂亮 雪白 直爽 我跟她的相處 我是有點比較像是女生啊 可能是我的一些觀點 因為我是一個比較 糾結的一個人 好像雪芙是一個很爽的人 有什麼都會想 這個點覺得怎麼樣會好一些 你覺得怎麼樣 你要吃什麼 好像剛剛那個 怎麼講那個質感有點 反過來 我不選 兩個都選 哦 對 對 我幫你啊 你是對的 你是對的 我選柏鴻吧 好 那我也選俊堅 不是不是 我選俊堅 好過分 小心回答哦 在今天的訪問 我覺得我跟柏鴻其實 有點花學作用 對 很有火花 哦 對 我覺得俊堅的演出 大家看了應該都會覺得很難忘吧 他在此時此刻就是一個非常可愛的角色 對 然後因為我之前有看那個幻海 我覺得很棒 謝謝 我第一天拍這個戲 我跟柏鴻之前是不認識 然後我對台灣的劇組演也是比較陌生 有印象 柏鴻你跟我主動跟我聊天 我們坐在我那個房間的外面 然後我們在聊天 然後可能這個對柏鴻來說是很平常的一件事 但對於我來說 我是覺得很溫暖 沒有就說沒有沒關係 我就等一下直接可以離開 看等一下出去有沒有炸雞吧 但也可以同時吃炸雞 沒有啦 開玩笑了 開玩笑 不要 我們是很專業 就讓他發聲吧 我也沒辦法 就讓他起飛吧 對啊 我就會壯 壯是一個很有禮貌的一個男生 就雙手會壯在 就很有禮貌 好 沒事 俊堅怎麼了 你有嗎 沒有 你繼續問他 我不想打算 你就會直接讓他起飛 我覺得看場合 有些時候還是要讓對方知道 有些時候 真的假的 就你讓他知道你要起飛 對啊 但有些時候不要讓他知道比較好 我就會不要讓他知道 OK 就這樣 很興奮什麼時候你會想讓他知道 所以他現在說的不一定是公眾場合 對不對 有可能是兩個人獨處的時候 對不對 那就是 那個 那個情況下 是可以讓 聽到我有點 等一下我們這一 我們這一 這兩集是非常純淨的 對不對 只是此刻是一個 合家觀賞的系統 對 你要不要誤會 不要誤會 因為訪問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我們很重視這個訪問 此時此刻是一個很好看的劇 我覺得我們要好好的宣傳 對啊 它全世界都會播喔 你們會 對 11月10號 不只在台灣喔 香港也會喔 在全世界Netflix 對 對 希望大家鎖定 在路上 遇到前任門打工 那絕對不會 因為宣傳很重要 我也不會管他 因為宣傳很重要 此時此刻 對 11月10號 發現的話可能會覺得 有一點 累 可以想像未來的互動當中 對不對 可能需要 擔心很多事情 我也不是他唯一的選擇 然後這個會讓我覺得 好像要去發展這段感情有點太 沒有這個必要我覺得 怎麼了 我發現 柏柏每一次都先看我 不是 我有瞄到你 你每一次都會 我是在看你的反應 我知道你會舉這個反應 對 為什麼你知道還會 對 因為我就是 因為我們是室友啊 所以我知道 感受到啦 現在就是最好的 此時此刻就是最棒的 11月10號 叫珍惜此時此刻 在疫情 對 珍惜此時此刻跟你相愛的人 初戀 真的 不要再留戀過去了 對 此時此刻 正在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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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英文 對 抱歉喔 按讚訂閱鈴鐺 開了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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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點 開了嗎 3 4 6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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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4 感谢观看